尖闭折尖时不时交头接耳 陈时中和林家龙两人交情好 悬战也打得火热 也要互相打气 至于对手黄珊珊上了台 努力打正机牌 我相信我们在一起之中 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 大家都是这样子努力走过来 卑视三角都战火越烧越旺 炮打对手可没再手软 陈时中隔空再呛蒋万安 然后用黑道的这样的一个名词 来形容政府的官员 我觉得要拿出证据来 那否则这样就是不道德 就是不满蒋万安前一天的民进党小弟说 其实网络媒体民调显示 陈时中的喜好度29% 讨厌度则是百分之四十七点五 不止仇恨值拉高引发关注 气宝效应也掀起讨论 因为如果想投的人选顺选机会小 蒋万安支持者有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会改投黄珊珊 百分之零点七选择陈时中 至于黄珊珊的支持者 有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会流向蒋万安 百分之九改选陈时中 道士陈时中的支持者 有百分之七点三会改投黄珊珊 百分之二点一改投蒋万安 支持者变新比例小 甚至城市中的有百分之八十四点八 的支持者很死忠 还是有得到很多选民的一个认同 不过其余的我们还是要持续努力 民调一直都是参考起起伏伏 我想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 争取市民朋友的认同 我们接下来会持续端出许多政策牛肉 让市民有感 北市三角都努力拉选票 中间选民也还在观望 谁都没有必胜把握 欢迎新闻吴凯磯 台北采访报道